你知道萧炎有多记仇吗 他这一生战斗无数 但凡是与萧炎有过过节之人 最终都会落得惨死的下场 在萧炎去了中州之后 斗尊强者逐渐成为平均水平 萧炎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与斗尊发生了碰撞 因此共有十名斗尊被萧炎击杀 一起来看看都是谁吧 第一位摘星老鬼 萧炎去魂殿救药老的时候 一共带了五名斗尊 这五人在魂殿之外与其他斗尊战斗 萧炎独自欺然闯入大殿之内 悲起药老就走 却没有发现 这大殿之内还隐藏着一名五星斗尊 这一名斗尊就是摘星老鬼 萧炎警局之下与对方硬当结账 整个人被打得撞穿大殿 从里面倒射出来 摘星老鬼的实力是此地最强 萧炎带来的最强者是封尊者 只有四星斗尊实力 还被魂殿其他斗尊托住 萧炎只能与小一星 紫炎还有雄战三人 联手对战摘星老鬼 最终萧炎凝聚四次风动火莲 与摘星老鬼的森罗大手硬硬碰硬 导致两败俱伤 萧炎瀕临死亡 摘星老鬼则是被打转一条胳膊 萧炎与摘星老鬼的恩怨还没有结束 在斗圣一击出世的时候 半个中周的势力都跑去抢夺 摘星老鬼与萧炎再次碰上 这一次两人打得旗鼓相当 最终萧炎被太虚古龙强者带走 顺利返回星运阁 最后一次战斗是耀老复活的时候 摘星老鬼和黑白天尊肃清新运阁 想要破坏耀老复活 被萧炎用大天造化场 吞噬了大半个身子 彻底陨落 第二位与第三位 魂牙魂力 这二人是魂族的两名青年 古族大殿开始的时候前来观礼 因为发现萧炎晋级的五星斗尊 从而产生了杀机 决定在天幕之内 将薰儿与萧炎击杀 在萧炎晋级六星斗尊之时 魂牙魂力突然偷袭 或薰儿的防御 魂力突然使用足蚊之力气息暴涨 来到了萧炎身前 但却被萧炎的大天造化场打中 魂牙看到萧炎苏醒 二话不说 带着魂力就逃之夭夭 魂牙魂力在天幕第三层的时候 用魂族给的特殊秘法 召唤出两名魂族的异性斗生 要把所有人一网打尽 就在此刻 萧炎凝聚出一道头影分身 将两名魂族斗生一掌拍死 魂牙魂力趁机逃得无影无踪 等萧炎得到斗地血脉之后 顺着萧炎的指引朝着魂甲与魂力追来 这二人已经是九星斗尊 萧炎只给萧炎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击杀不了二人 就再也不用回去见他了 结果自然是 两名九星斗尊被萧炎一个八星斗尊吊起来 打一分钟内 两人全部死亡 第四位 魂殿九天尊 萧炎偷袭魂殿分殿救作妖老 就在斗圣遗迹的时候 针对摘星老鬼 导致斗圣骨骸被打成碎片 魂殿人殿派出九天尊与八天尊来星运阁讨效说法 九天尊名为魔羽 八星斗尊实力 萧炎此时只有二星斗尊实力 自然是被吊起来的 关键之后 要老复活将魔羽与八天尊赶走 但是魂殿九天尊并没有山马甘修 而是联合天明宗的妖花邪君 吊在半路上除掉萧炎 但是此时的萧炎已经是四星斗尊 并且还拥有五星斗尊的傀儡和准天机共法 一敌二也能打成平手 就在众人要使用大招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座门户 一名太虚古龙从里边出现 把魔羽骂了一顿 然后带走了萧炎 萧炎第三次见到九天尊 是从天幕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萧炎已经是八星斗尊实力 并且还获得了斗地血脉 魂殿九天尊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被萧炎使用大天造化掌 吞噬了大半个身子后彻底死亡 第五位 天明宗副宗主 中州的势力有一句顺口六 是一典一塔二宗三谷四封阁 这天明宗就是二宗之一 一开始与萧炎并没有太大仇怯 但是自从要老复活之后 西运阁与天明宗就时常会发生摩擦 因为两个势力所在的位置极为接近 扩充的过程中难免会磕磕碰碰 所以萧炎对天明宗没有多少好感 菩提古术出世的时候 天明宗副宗主带了六名斗尊长老前去抢夺 在半路上碰到了云运 此时的云运已经是花宗宗主 天明宗向来与花宗不合 副宗主就决定将云运和纳兰燕燃 收入自己的后宫 这件事情被萧炎知道了 云运是萧炎的禁篮 加玛帝国都知道 可惜天明宗副宗主不知道 当他的贤猪手要碰到云运的时候 一个金色巨人急速前来 一拳将副宗主打得吐血倒退 再一拳砸下 天明宗副宗主当场被砸成肉泥 第六位 任希子 在中州每隔三十年就有一场规格极高的拍卖会 这场拍卖会的门位都是九星斗尊级别 特意招待斗尊巅崩以上强者前来交替 萧炎在这里得知了第四款 竟然吆喝残涂的下落 但可惜这残涂被一个名叫 天地人三蝎的势力拿走 要老认出这三人之后 就决定将这三人击杀 因为这三蝎就是中州的一个祸害 他们专门坑骗女子加入他们的宗门 修炼他们的功法 等这些女子势力达到要求之后 就会将这些女子的功力全部洗走 专门修炼颠龙捣风一类的邪功 要老生前就想将这三人除掉 但是被他们三个给跑了 萧炎与小一千还有彩灵 三人联手对战六转斗尊巅峰的人蝎子 此时的萧炎只有八姓斗尊实力 使用足纹之后实力提升到三转斗尊巅峰 随后明具四色半的佛怒火莲 将神蝎子直接气化 连纳戒都一同消失不见 第七位 天明宗宗主 萧炎得到菩提心之后 在新运阁后山冲击斗尊 此次闭关 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新运阁迎来蓬勃发展 导致天明宗的势力范围被压缩了很多 天明老妖一怒之下 联合冰河谷 风雷阁组建了一个名为冰河蒙的势力 并且与魂殿二天尊与三天尊 联手攻打新运阁 就在耀老与彩灵要被击杀的时候 萧炎破关而出 将所有人全部击杀 天明宗宗主只有斗尊巅峰势力 而萧炎已经是一心斗胜 只是隔空气掌 就将天明宗宗主彻底红杀 这宗主自始至终都没有招惹过萧炎 但谁让他是天明宗宗主呢 第八位 冰河尊者 冰河谷是中州的超级势力之一 但是冰河尊者是一个变态 为了变强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将一名恶难毒体的身体移植给自己 从此之后 就获得了极强的修炼天赋 在萧炎与小一线来到中州之后 冰河尊者发现的小一线的恶难毒体 就派人前来捉拿 这种追杀 持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最后更是亲自出手 要将小一线抓走 幸好薰儿及时出场 才化解了这场恩怨 本来这件事情都结过了 但是冰河谷就突然与天明宗联手 萧炎灭了天明宗之后 就降临到冰河谷 都不用萧炎出手 身后的三名八星斗尊长老 将冰河尊者围中 用斗技轰杀之死 第九位 雷尊者 萧炎来到中州之后 遇到的第一位劲敌 就是来自封雷阁 因为萧炎使用了三千雷洞 被封雷阁认为是偷学的 要将萧炎击杀 以尽孝油 要不是天火尊者出手 萧炎就被北阁主给抓住了 后来萧炎在雷山之上 击败了雷尊者的清传弟子奉亲了 双方的恩怨就此化解 但是封雷阁却偏偏要加入冰河谋 这雷尊者本身就是一个二性斗尊 就算加入冰河谋 也起不了甚何作用 但他就只想看萧炎的笑话 最终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 萧炎亲自降临封雷阁 化作百丈巨人 一拳将雷山的大殿烘碎 雷尊者正好就在里边 第十位 木骨老人 说起木骨老人 这可是萧老的老对手了 当时就是他引诱寒风 害死萧老的 木骨老人本身是一名练友师 曾经在练友师大会上输给的萧臣 一怒之下 添来浑须子的毒药 我的剑上击杀了萧老 在萧炎参加丹会的时候 木骨老人又盯上了萧炎 用空间封锁将萧炎困在其中 危机关头 萧炎的灵魂力量进行到灵境 引来丹塔三大巨头的注意 暗中出手 将萧炎救下 木骨老人还在丹会结束之后 与萧炎争夺三千燕炎火 最终失败 从此之后就被魂殿血藏了 萧炎进行二星斗盛之后 与萧老等人去摧毁魂殿人殿 看到了木骨老人 随手一掌就将其击杀 终于拿到了寒风的海星眼 萧炎这一生杀法无数 自然不可能只击杀了十名斗尊 其他被击杀的斗尊 都是没有名字的小卡拉咪 能叫上名字的只有这十位 好了 萧炎击杀的十名斗尊 到这里就想完了 后续还会更新更多的斗魄苍穹解说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